莉莉陪着坐了支架的老爸去复诊,医生看了一眼莉莉,马上问她,你血脂高不高? 莉莉当时就笑了,医生,我这不痛不痒的,还天天吃素,血脂不可能高吧? 再说,你就看脸我一眼就断定我血脂高。 在医生和老爸的再三劝说下,莉莉去查了血脂。 结果,化验单显示血脂高。 难道,这位是神医,看一眼就知道血脂高不高? 其实,这个看脸发现高血脂的方法并不神秘。 主要是看看眼瞼有没有黄色流。 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眼瞼上新出现黄色。 橘色或者棕红色斑块或者结结,不痛不痒,就很可能是黄色流。 它常常在上眼瞼的内眼角处,也可能出现在面部其他部位或膝盖上。 针头或黄豆大小,边缘略高出皮肤表面,直立较柔软。 黄色流主要是因为身体里血脂太高,代谢异常,而导致胆固醇沉积所致。 当你的眼睛周围尝出了这种东西,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血脂吧。 判断血脂高不高,除了看脸以外,身体还有以下三个反馈信号。 1. 间歇性负痛 生活中肚子疼是很平常的事情,几乎每个人都出现过,但如果肚子发出隐隐症痛,那你就要小心了。 2. 尤其是吃过饭之后,这可不是什么慢性胃炎,很有可能是高血脂引起的急性胰腺炎。 2. 腿部易抽筋 很多人都以为抽筋,要么是缺钙,要么是着凉了。 其实并不一定是,还有可能是血脂太高引起的。 3. 当身体里的肝固醇出现代谢异常,聚集在肌肉之中,引发肌肉收缩,进而导致抽筋的产生。 3. 另一方面,高血脂会导致血管变窄,血液循环无法得到畅通,也会使得肢体局部因为缺血而疼痛,抽筋。 3. 总是犯困 3. 现在大部分人一上班就会觉得自己犯困,当然了很大一部分是劳累没有休息好导致的。 3. 但是还有一部分是高血脂阻碍血液流通,而血液有一个重要的功效就是携带氧气。 4. 当你的血脂较高时,供给给大脑的氧气就会减少,大脑缺氧了,就会犯困打哈枪。 5. 而这种短暂的犯困也是大脑自我保护的行为。 5. 这三个高血脂的身体信号大家一定要留意,特别是如果你的身体同时出现以上几个信号。 5. 那么你一定要记得及时检查自己的血脂情况。 5. 高血脂的危害 据统计,我国血脂异常患者已突破2.2亿。 6. 肠硬丑的精英,喜欢动物内脏的吃货,不爱运动的宅足。 7. 嗜酒如命的醉翁,这四类人出现高血脂的风险较高。 7. 高血脂会导致你的身体组织,器官受到损害。 8. 而且会导致动脉周样硬化核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 8. 令人闻风丧胆的心梗和心脏猝死也和高血脂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9. 降血脂的首选饮食 10. 如果是轻微的高血脂,想通过食疗来改善的话,我推荐大家吃下面几种食物。 10. 饭后酸奶酥子油,酱汁排毒。 11. 很多人以为血脂高,就要远离油脂,避免血脂更高。 11. 其实这并不是对的,油脂脂肪对于我们人体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 11. 粒粒经常吃素。 12. 血脂依然高就是很好的证明,并且远离脂肪油脂就不会产生血脂高。 12. 脂肪高的人应该是低脂饮食,并非完全不食用油脂,并且要以植物性油脂为最佳。 12. 可以日常饭后吃点酸奶酥子油,酸奶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肠道健康。 12. 润肠通便,酸子油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加负3系,亚麻酸。 12. 能改善血液粘稠度,降血脂。 12. 亚麻酸根据人体需求代谢成DHA和EPA,EPA被称为血液轻道肤。 13. 可降低人体内坏胆固醇的含量,降低血栓,血质的凝结几率。 13. 阻止肝脏中脂蛋白的形成并加强制蛋白的代谢,减少血栓形成。 14. 让血管内脏功能时刻保持完美状态,预防脂肪肝的形成。 15. 用法,饭后半个小时,5毫升酥子油搅拌在200毫升无糖醇酸奶中。 15. 搅拌均匀食用即可,也可以根据个人爱好加点水果丁一起食用。 15. 注意,每天食用油脂不宜过多,要控制总的食用量哦! 15. 每天一杯梨王草泡水,预防心血管病。 15. 血脂高日常要多喝水,帮助改善血液粘稠度,还可以帮助人体排毒。 15. 喝水的时候加点酱汁的中草药,效果加倍。 15. 梨族,是海南岛原住居民,梨药具有悠久的历史。 15. 而有着梨家三宝之称的梨王草,其类黄酮和三贴类物质含量很高。 15. 还有多种人体所必须的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等。 15. 梨王草的有效物质能增强心肌收缩能力,改善血压。 15. 其含有的黄酮类化合物和三贴类成分可以对心脑血管起到保护作用。 15. 可以防止动脉硬化、关心病、中风等疾病,对调节血糖血脂也可起到重要作用。 15. 用法,每天用5公克梨王草泡水喝,饮水后可以将梨王草浇食,还可以抗癌防癌。 15. 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控制了饮食血脂就一定不会高了。 15. 人体内胆固醇的产生只有10%来自食物,饮食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 15. 体内代谢紊乱的人,只吃素时也可能出现胆固醇过高,所以体型较瘦的人也可能有高血脂。 15. 所以,提前发现自己血脂有没有变高,是预防高血脂和保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所在。 15. 日常多多留意身体发出的信号吧。 感谢观看